很多人在提到 我老婆 納米 我們兩個很少拍照 很少合照 那很多人都說 他們是不是沒有在一起了 為什麼合照那麼傻 網友質疑納米老婆合照時候 都像假的 臉沈亦仍愛兩個女人 只能避丟 我講句實在話 納米的外表也是 很高的 可是很高的 你懂嗎 看一下 171公分 就有日本人的血統 納米有日本人的血統 我們知道嗎 341 沒有整的341 23 對不對 臉沈亦的老婆整人那美 有多威武 咱們都知道 但是因為臉董太常拿舊照放閃 網友因此質疑他們的婚姻觸礁 老婆根本是 假的 然後臉董21號就在臉書 罕見示愛了 我老婆是個非常低調的人 除了特定節日外 幾乎不拍照的女生 她跟我說 現在她要拼的是事業經濟 以及家庭 外表的包裝打扮固然重要 但不是必須的選項 我算生有幸遇到 這樣的好女人 整得很棒 你真的看女生太強勢了 我只能配合她的低調 她有她自己的努力深刻 而且我們唯一的連結 是在於說今天 彈心如苦的懷胎 十月幫我生了兩個 可愛的好的女生 因為她為我做的付出已經夠苦了 今天一個女孩子看了女生 用她的青春 向夫教程來 俘養我的孩子長大 帶小孩是比工作更辛苦 十倍百歲的工作 無條件地為我們在付出 我們一定要感謝 我們身邊家裡面 最重要的那兩個題目 第一個媽媽 月月 我們男人再出去怎麼賺錢 永遠就是要把家庭 擺地優先 家裡面的人一定要風一煮食 讓他們穩定 我們自己去他們談論 平家才能治天下 這句話 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各位朋友的老婆都一樣 他們肯無條件的今天 為我們的父親 我們心裡面值得感謝 他想要想的東西 從我們能力範圍做得到的 我們就給 包括他今天排開十月 那一種痛 我們男人都沒辦法體會的 對你們家裡面的任何人員 都要抱持很感恩之心 感恩之心 我們 要用心地合入他們 付出我們的一切 讓他們快樂 即使偶爾有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我們要趕快把他們 趕快讓家庭 維持到快樂裡面的快樂 祝福各位天家的朋友 好好躺在你們家裡面的朋友 謝謝 你好 太太 很高興賣Chuli 這不會很膩 不要嘗我話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大家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哈哥最怕的 他還有憤怒的在裡面 它還有憤怒幾在裡面 我們在洗手間 breathin 媽媽到他的地下 開實情 我一直任你不再 哎呀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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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怎麼 說 嗚 好 那 是 感谢观看